Om A Rābhāsā Nā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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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素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德素者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那个 诗经论是所造的居士论 然后这个居士论 现在我们就是讲 那个居士论的颂词 其中虚恐即外 折磨利息各一体 觉折磨来非折磨 就是觉折磨来非折磨 永远自知未生法 这个是讲三种无畏法 因为一般小乘阿比达摩 居士论当中 就是讲三种无畏法 那么其他的有些 比如说大乘的其他的法里面 也有八种无畏法 六种无畏法 当六种无畏法有其他的一些说法 但是我们先从他的字面上解释 字面上解释的话 上面所讲的无畏法当中 其中无畏法里面的虚恐的法相 虚恐的法相就是无阻碍的 然后两种色灭当中的第一个是觉折磨 觉折磨实际上是 所谓的觉折磨 所以依靠无间道的这种智慧 来远离一切说破 那么他的利息 指的是远离说破的这一部分叫利息 那么这个利息不是一体 不是同体的 应该是一体的 这样的 他的利息就是一体的 这是讲觉折磨 然后下面非觉折磨 就是觉折磨以外的非觉折磨 觉折磨外 非觉折磨 也就是说觉折磨以外的非觉折磨 非觉折磨是什么呢 就是他永远制止未来的未生法 他能制止未生法 这是称为非觉折磨 非觉折磨除了觉折磨以外的一种非觉折磨 非觉折磨他永远制止未来的未生法 这是我字面上跟大家宣诞的解释 下面我们从意义上再给大家稍微广说一点 也就是说 他这里说虚空 本来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清楚 一个是有不中的观点 一个是进不中的观点 如果按照有不中的观点的话 这三种无微法 刚才虚空 觉折磨 非觉折磨 这个三道无微法 大家应该知道 什么叫无微法呢 无微法除了有微法以外 不是因缘所称的 他自己的本体是常有的 不是因缘所称的 这样一种法称之为无微法 那么无微法的这种名字 小乘当中也是有 大乘当中也是有的 但是小乘当中所谓的无微法 实际上他们有不中认为这是一个实有的东西 诚实的东西 也就是说虚空它是一种无碍的 实有的一种法 它不是有微法 不是因缘所称的 它的本体是实有的 这样认为的 然后觉折磨也是一种实有的法 它是这样认为的 觉折磨本来是下面 我们自踪按照进步中 所谓虚空只是不存在的法而已 然后觉折磨通过他的智慧远离他的所段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实体的一种灭法 但是有不中称认为所谓的觉折磨也是一种实有的法 这样认为的 然后非觉折磨的话 我们如果是大乘和一些进步的观点的话 只不过是一个法 因缘不具足 比如说土教 他的土子土上没有生交的那种因缘 所以称之为叫做非觉折磨 但是有不中他认为 未来的法不生的有一种东西 就像是我们当初的水坝一样的 有一种东西 把未来的这种法 不产生的东西一直是顶着 一直是把它们割开 他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在这里面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就是有不中他认为所谓的无微法 是一种诚实的东西 实有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进步以上的进步和未识宗和中观宗 虽然承认无微法 这些无微法虽然承认 但是他们不承认 它是一种实有的法 只不过是它的有些不同的方位 取名为无微法 这样的观点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比较关键 他这里刚才也讲了 颂词里面所谓的虚空 虚空有它的发泄 如果我们从进步中的观点 所谓的虚空 分为庄严的虚空和空隙的虚空 所谓庄严的虚空 下面第一题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只不过是虚密山的凡色在空中 只有一个蓝色 但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虚空 空险的虚空 它也是没有尸体的 只不过真正的法不存在的空隙称之为虚空而已 实际上是所谓的虚空 真正的它的实现和尸体不存在 如果是大乘法 那就是这样承认的 这是《量力宝藏论》当中也是有的 我们以前其他学过的论典里面也已经说了 但是有不动 它并不是这样承认的 它说 所谓的虚空 一定要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存在于这个空间 它无有主爱的一种东西应该是存在的 让人们可以在里面活动 让人们可以在里面运动 这样的作用 有这种作用 只是有不同的观点 它这里虚空地发现即是无碍 无碍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觉着灭 它这里觉着通过观察的意思 因为我们通过智慧再次的观察 观察以后再三的觉着 这样以后 比如说剑道 修道 这些所有的所段 通过抉择智慧能断除 断除什么呢 断除它的违品 断除它的所段 所以叫做抉择灭 比如说抉择灭的话 一般凡夫相续当中的抉择灭也有 然后圣者相续当中的抉择灭也有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我的闻思修行的智慧 然后闻思修行的智慧 以前我相续当中有很严重的这种嗔恨心 但是这种嗔恨心 我再三地通过嗔恨的本体这方面做观察 最后这个嗔恨已经灭掉了 嗔恨已经灭掉了 有不同他认为在这里面 嗔恨灭掉以后 他所得到的一种法 灭法 你们看看那个字诗里面也是有 他说是中间的这个字不明显 应该藏文当中是记得有这个 汉文当中不知道有没有 他说是通过抉择而所得到的灭法 他那个得到两个字只不过是分明显而已 实际上通过抉择和观察以后 然后所得到的一种灭法 这就是所谓的抉择灭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个也是有不中的 他自己的宗派的说法而已 实际上我们通过抉择 我相续当中的烦恼 或者我相续当中的烦恼不存在的话 就是不存在了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东西在同时得到的 这是肯定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不这么认为的 因此这个抉择灭是这样的 然后他的这个利息 利息的话 这也是所谓希望你们这个抉择灭 什么利息 无为法 这些每一个名词应该动到 如果你先开头的时候 这些名词没有搞清楚的话 可能今年讲巨石论的时候 一直是坐飞机 到时候下面 巨石论它有这种特点 它前面的问题 基本上是好像已经全部都动到这样来 下面就经常提 经常提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下面经常讲 决责灭 决责灭 到底决责灭是什么 你现在第一个碰到它的时候 我们没有知道什么叫决责灭 到时候你就可能不会懂的 什么叫做无为法呢 就是无为法的这个名词 你也必须要搞清楚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的话 所谓的无为法 到时候你遇到它的时候 有不懂 如果你这个名词不懂的话 它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下面不得不坐飞机 因此我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提醒大家 还是大家记住 希望你们还是这个时候 应该把这些名词好好地记住 那它这里举决责灭的话 它这里 我们现在还在颂词上面讲吧 它那个责灭 责灭的话 它有一个利息 它的利息 指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利息呢 因为它通过智慧的抉择 就是远离了它的所断嘛 这个时候呢 它远离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 小乘宗呢 就是称之为利息 利息吧 比如说 我刚才讲了 就是 比如说一个圣者 圣者吧 圣者呢 他通过这个观察就是 然后就是依靠他的这个修行的智慧呢 就是远离了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心 这个时候呢 这个贪心不存在吧 贪心不存在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利息 就是 那么这个利息的话呢 他们就是认为是 就像是我们当睡的这个睡吧一样的 就是有一种石油的东西就是 以后这个烦恼的话呢 就是再也不敢回来的就是 把它可以挡住的就是 他们这样认为的就是 从此以后的话呢 因为它的相续当中是有这个抉择灭就是 它这个灭法 这个灭法有的话呢 就是从此以后再也在 它的相续当中不会复生的就是 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 就是它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样的灭法呢 就是到底是不是这个遗体呢 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是遗体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话呢 就是当时这个有下面这个在姿势里面也有 然后我们这里也比如说 苦地呀 吉地呀 灭地呀 就是当时这个苦地有这个十个所段 就是得头什么等等 什么那个 然后这个基地的话呢 有七个这个所段 但每一个所段的这个利息 每一个所段的这个灭法呢 就是实际上是分开的就是 有不同呢就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每一个灭法不是分开的话呢 就是有很多的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比如说它这个苦地的灭法呢 就是也是这个道地的灭法 就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是后面的这些部分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不需要了 就是有这种过失 只要得到一个苦地的灭法 那么其他的所有的道地的灭法 基地的灭法 这些灭法全部是如果一体的话呢 这段一个就可以了 就是不需要就是 什么八十多个剑刀所段呢 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因此呢 一般那个牛不动呢 就是他认为就是他的这个灭法呢 就是他的这个各个本体呢 就是分开的 比如说我这个通过我的智慧 我的智慧呢 就是断除我相续当中的贪心 诚心 痴心 痴心等等 就是很多烦恼的这个 就是已经断除了 但是他们认为呢 就是这些灭法都是分开的就是 就是贪心的灭法 贪心的灭法的本体和 诚心的灭法的本体 所有的这些灭法的本体呢 就是是分开的 就像我们这个数字一样的就是分开的 就是他们宗派的一种观点吧 就是不然的话呢 实际上是已经有无偶的智慧的话呢 就是他就是没有什么贪心的灭法 也是有数字一样的 诚心的灭法也是有个数字一样的 这样的这种很多的灭法就是这样存在呢 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这里就是各一体 各个灭法的本体是一体的 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他这里 决则灭实际上是非决则灭 非决则的话呢 他不是通过智慧决则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他们认为啊 就是这样的非决则灭 不是通过决则而灭除的 而实际上呢 就是他就远离了智慧生法 这个慧生法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也是他们的一种宗派的说法 第一个呢 就是他们承认未来 过去 现在 这三个世间呢 就是诚实的 实有的 未来存在在未来的地位上 过去的话呢 在过去的位置上存在 现在当然不用说了 现在的位置上是存在的 然后他说未来的这些法呢 他无头无尾的 一般来说是 就像是牦牛放在草原上一样的 牦牛放在草原上的话 头是哪里 卫是哪里 没有这样说法 未来的这些法呢 全部是凡是存在的 现在的时候都是已经存在的 未来的这些法呢 是没有损据的 这种方式来存在的 他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过去的这个法呢 他是有损据的 有谦和的 他就像是上人过路一样的 上人过路的时候呢 他就排队上去 所以过去的法呢 前天的这个法 昨天的这个法 他是一直排队 这种方式来存在的 所以他认为呢 过去的这个法呢 有一定的顺序的 未来的这种法呢 他是没有什么顺序的 只不过是现在的时候呢 就是以未来呢 就是未来的方式来存在 过去呢就是过去的这个方式来存在的 但是这个呢 达成这个说法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种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就是不成立的 但是我们先呢 就是应该知道 就是毕婆萨斯他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一定要精通 就是以后我们弘扬什么俱舍论的时候呢 首先我想是应该这个 有不总呢就是他自己 到底这个未来现在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样 对这个无为法的这个判断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顶礼呢 就是一定要这个高通 那么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他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未来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两种法 就是一个是这个可以产生的法 一个呢就是未生法 就是永远也不会产生的这种法 就像这个世女的儿子一样的 但是他刚才那个非则灭 就是非则灭吧 非则灭的话呢 非居则灭的话呢 他是这个制止什么呢 就是制止永远不可能产生的这个法呢 就是他还是当着的 我们有时候看了呢 这种说法是还是有点这个可笑 因为未来的这种未生法呢 就是本来的他不是这个产生的 未来他本来不是产生的这种法的话呢 我们就是没有必要就是用一个法呢 就是一直这个当着就是 本来就这个地方没有碎的话呢 就是七一个碎吧 就是有什么样的用呢 就是没有用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说法就是这样的 就是非居则灭的作用 就是非居则灭他要当着什么呢 他未来的就是不可能产生的这种法呢 就是他还是当着的 这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的呢 他是这样想的 就是如果这个未来的未生法呢 就是没有一个非居则灭来当着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 他就担心这个未来呢 就是如果因缘具足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未来的法呢 就是这些未来的法呢 就是会产生就是 所以他们永远为什么不能产生呢 就是有一个非居则灭呢 就是把他当住的就是 他就不会产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未来的未生法吧 他这里讲所谓的非居则灭呢 就是他就永远的制止什么呢 就是未来的未生法 未来的未生法呢 他就永远都是当住的 所以他这个颂词上面呢 就是我们应该从他们自己的这种同态的说法 首先一定要明白 这个明白以后的话就比较清楚 比如说刚才那个居则灭 就是居则灭就是他的这个所灭 他要当住的什么呢 就是完全是一种有漏法 就是因为这个无漏法 他是把它抛开不可能的 然后那个非居则灭的话呢 就是他未来的未生法 有漏的未生法也可以 这个无漏的这种未生法也可以 所以他的这种所灭的方面呢 就是有一点点差别 这是我在宋词上面 就是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下面我们就是讲义上面 就是按照《罗特王报》的讲义上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三种无畏法的本体是什么呢 首先在这里不是这样 三种无畏法包括在无漏法当中 那么无漏法里面的三种无畏法 就是我们这个无畏法呢 大乘里面也经常讲这个 什么这个空性离习无畏法等等 就是无畏法是经常这样讲 总而言之所谓的无畏法的话呢 不像我们周子平子等等 他们通过一缘而一刹那刹那的无常 不是这样的 无畏法的话呢 他自己的本体呢 就是完全是一种常有的 他的本体上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这样的这种法呢 就是称之为无畏法 那么无畏法到底他的本体是什么呢 他这里讲有三种本体嘛 其中第一个虚空的本体呢 虚空的法相 大家都知道 法相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谓的 他的定义吧 他的这种 他与其他法人和不混杂 其他法的就是他自己的 特有的这种法相 比如说人的法相呢 就是戒严 治愈等等 这叫做所谓的法相 所谓的虚空是指不必色法 阻碍的一种常法 他实际上是不被任何色法 当对他有阻碍的这样一种常有的法 这就是虚空 因其远离了能证所证 并能容纳色法的缘故 他那个虚空一方面 他就远离了能障碍和所障碍的法 并且他可以容纳一切法 这就是所谓虚空的意思吧 虚空的意思 那么这样的时候 他们为什么虚空是这样无为法呢 一般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当中也是有 佛经里面说是 所谓的虚空远离一切障碍 可容了一切色法 他这个佛经当中也有这些 所以主要是根据佛经 然后他们就安立这样的法相 安立这样的法相 他们认为为什么虚空是有 虚空是有的话 佛经里面有这样的 我们地水或风地依靠什么呢 地依靠水 水依靠什么呢 水依靠风 风依靠什么呢 风依靠虚空 因为世间我们下面第三品里面也还讲 第三品里面讲的时候 整个世间的行程在虚空当中有风论 有风论上面有水论 水论上面有整个地论 他是这样承认的 这样的话如果虚空不是石油的话 实际上是整个地论和水论 这些都是不能存留 因此他们又不懂认为 虚空石油的一个原因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下面讲那个的时候 讲第三品世间品的时候也要讲 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 只不过他们宗派的说法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然后呢 所谓的虚空的话应该说是任何一个法在这里不存在 不存在的地方称之为是 我们名言上是虚空 实际上应该承认在这里面没有一个事法 这就是进步中和进步中以上的说法就是这样的 所谓的虚空我们也是有时候讲虚空的法相就是无碍吧 无碍的话呢 就是那么应该是虚空存在有这种想法 但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虚空的本体呢 并不是我们这个空间有变化的这种法 如果是有变化的这个法的话呢 那么它的本体不是无为法了 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虚空 有这个虚空的话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放一些东西 放东西的时候原来的虚空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我放不下东西了 有这个过失 如果我放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原来的虚空呢就是不存在就是它就跑出去了 就是原来是这里面是无碍的东西 就是然后现在我把这个树放在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原来的虚空呢已经就跑出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虚空都变成无常啊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和想法 但是这种呢说法是不吃力的 因为我们如果承认是像有不中那样的这个 真正虚空呢就是有一个无碍的发东西就是存在 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是无碍 现在呢我放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成了有碍的话呢 那么或者呢就是虚空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 已经成了无上的过失 或者呢就是我这个这个书放的时候呢 就是虚空还没有这个有这个变化的有两种过失 但是我们自己呢就是认为这个所谓的虚空呢 只不过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为法的话呢 就是一切存在一切法呢就是不存在的这种空隙呢 这样的这种名称呢就称之为是无为法 实际上是真正的无为法的这种尸体呢就是没有一个存在的 就是这一点是大乘的说法 这也是最合理的一种定义 不管是在讲述之之入门啊就是像《量力宝宗论》和《十量论》 都这样承认的所以这个观点呢一定要懂得 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认为虚空呢就是真是无碍的法一种存在就是有所法 我看到很多有些现在这个像日本啊还有汉地的一些大法师讲的一些居士的讲义当中呢 真是可能有些地方呢我也不敢说是他们分不了 但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各宗派之间的关系没有分 关系没有分的话呢就是这个居士呢 就是如果你按中观的方式啊或者是以为师众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根本解释不过去的就是一定要 尤其是他这个颂词和自身两个也是这个 如果你一个宗派的方式来解释下去的话呢 那么就是肯定就是解释不过去的就是 他那个颂词呢就是站在这个有不宗的观点来就是很多说的 而且他那个讲义呢就是有很多都是破斥他的这个观点来说的 这这样的话是这个宗派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呢通道很重要的就是 所以他这里虚空的法相 虚空的法相称之为是远离一切能障所障 并且容纳四法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常法 但这个常法呢 所谓的常法的话呢 梁力宝藏和曼彭仁波切的有些其他论典当中也讲了 只不过是无常的法不存在称之为是这个常法 无常的法不存在就是这种灭法法 灭法的部分 从这个范体 从这个角度来讲常法 实际上真正的常法的尸体好像是一个棍棒那样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说这个就是常法 它永远都不会变啊 这样的法在任何这个世界上谁也找不到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下面讲绝则灭的法相 第二个讲无畏法当中的绝则灭的法相 绝则灭的法相是什么呢 依靠无间道 无路智慧力 远离说破的有罗法的一种 无畏常有三世的灭法 什么叫做绝则灭 我刚才也讲了 依靠无间道的智慧 无间道的智慧的话 我们这个语解当中的不管是 见道 修道哪里都有一个无间道 那么最后无间道的这种智慧 无路的智慧 它必须是一个无路的智慧力 那么无路的智慧力 它的说破 有路的这些法全部已经远离了 这样的一种常有和一种无畏 还有一种善失 它恶法方面没有离为决则灭 因为是它决则灭的话 必须是通过智慧力来断除的这样的一种灭法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一般居士的观念 就是他去见道 见道的时候 他的相续当中有闻思修行的智慧 然后通过闻思修行的智慧 在他的相续当中的所断 见道的这些所断断出来的这个部分 称之为是绝则灭 是这样的 那么所有的绝则灭是一体还是一体呢 就是无中所断 还有苦极灭的所断 在上面加上一个 这个下面还在讲 所谓的无中所断 实际上是分开的 同样远离这些所断 我刚才也讲了 比如说苦极的灭和极的灭 这些灭有部众认为都是分开的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的贪心的灭 嗔心的灭 嗔心的灭 这些灭法全部就像手指一样的 他的相续当中存在 他是这样认为的 同样远离这些所断的绝则灭 各自是一体的 也就像极灭和极灭 复为一体一样的 他说应该是复为一体的 不然的话 他后面的道已经无意义了 有这种过失 但他们这个绝则灭 为什么说是他得的时候可以得 以前没有的可以得 既然是无为法 他得和不得 这些方面为什么是有无常的现象呢 有部众也这样认为的 他们说是 所谓的这些无为法 他自己的本体来讲 他是无有任何变化 没有变化的 但是我们得法上面 得的时候 他还是有无常的现象 这个是他的得法上面的变化 并不是他本体上面的变化 这个是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然的话 比如说以前在这个地方 虚空有的话 虚空一会儿就没有啊 或者这样的话 这个只不过是在不同环境当中 虚空的得法不同而已 然后我的相续当中以前这样的绝则灭没有的 现在我通过闻思修行 最后我获得了智慧的时候 我的相续当中已经有了这个绝则灭 这样的话 一切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绝则灭的本体 就是以前是什么样 就是怎么样 但是我这次有根本上看起来有无常的现象 只是从得法上面的一种差别 这些应该在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 也有一些阐述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光说也可以 这是刚才那个决则灭 决则灭是这样讲的 然后下面讲这个非决则灭的法相 非决则灭的法相是 在自己的娑婆未来一切法 现今产生的外缘尚未具足是 自己娑婆外来的这些法吧 那么现今产生的因缘还没有具足 这个时候能永远制止其他产生的一种无为无债 无极常法就是永远地制止未来的未生法 刚才不是讲了吗 未来的法当中有一个是可以产生的法 一个是可以不生的法 但是他的人物是什么呢 他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未来的不生法他要制止 他自己的本体当然是一个无为法和无障法 还有无极的这种常法 这就是决则灭以外的所谓的非决则灭 他的制止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这里这样讲的 譬如 获得加薪道认为者 虽然未断绝土生恶趣的种子 就是我们一般到了剑道的时候 真正断轮回的种子 但是到了认为的时候 他还没有断绝转生恶趣的种子 但是外缘尚未具足 具权而获得灭 这个时候他得了一种灭 因为有不无众的话 他未来的一种灭法 未来的一种得损 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我们加薪道的时候 真正的种子断除的这种灭法 还没有得到 但是你加薪道认为的时候 未来不会转生恶趣的这种灭法 提前都已经得到了 同样的道理就是 刚才未来永远也不可能产生的这样的灭法 这个法之前可以得到的 那么这种灭法就像是 刚才也讲了当睡的睡吧一样的 它永远都是这样的灭法 不让它产生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叫做非觉者灭 非觉者灭 非觉者灭并不是通过各种观察而得到的 但是非觉者灭的话 我们在这里比喻的时候 经常还有很多居士论的教义当中也是 比喻都是用在一个人相续上面的比喻 就是有些比如说严根的比喻 或者相续当中人为的比喻 这些都是一种属于相续的一种比喻 麦彭仁波切的《智者入门》里面说 比如说钢丹圣山不长草也是非觉者灭 然后头角 鬼毛等等这些都是非觉者灭 凡是所谓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全部属于非觉者灭 有些人认为麦彭仁波切的这种说法好像不太合理 《智者论》的有关讲义当中全部说是 所谓的非觉者灭属于一种人的相续所思的一种东西 这样认为的 所以麦彭仁波切为什么说是 所有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全部认为是这样 但这个如果我们结合起来很容易了知 实际上在这里面的边缘虽然是用在相续上面 但是其他所谓的因缘上位具足的这些法也可以非觉者灭 为什么呢 比如说屠子灭属不长教 我们问有不存 那么这个为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是未生法 屠子灭属永远都不会长法 这个是不是现在都是得这种灭法 有没有非觉者灭呢 有不存也是不得不承认 这个应该是现在都是有非觉者灭 以非觉者灭的力量断除未来的未生法 可以这样承认 所以说麦彭仁波切的《智智如论》当中的观点 也应该可以承认的 还有嘎尔玛巴他的《居士论》讲义当中也是 所谓的非觉者灭有两种的 一种用种子和种子的亚这样来比喻 未来不产生的种子的亚 那么这种有非觉者灭无情当中的法 还有将需所思数的两种比喻 所以从这方面来观察的话应该是 凡是因缘不具足的未来无法产生的这些法 全部称之为非觉者灭当中 比如他说 获得加行到位虽然为断除屠生恶趣的种子 但是因因缘尚未集权而获得灭法 或者下面有一个比喻 眼睛转起蓝色物体 心不散我们眼前放一个蓝色的东西 放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有一个人可以打瞌睡 或者迷迷糊糊这个人我的眼睛转着于他 这个我所谓眼前的眼神转着 这个时候我背后一个人打瞌睡着了 睡着了的话我看不到他 但是看不到他我现在看不到的话 我永远都看不到他 所以我现在眼前的这个我就看得到 当时背后或者两边我看不到的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永远都变成一个非觉者灭了 因为我再不会看到刚才他在睡的刹那 我在即生来世生生世世的话 再不会看到像他老猪一样 糊糊糊地睡觉所以这种情况 他这里也可以称为非觉者灭吧 当然一个所法上师的背后不可能有人睡觉的 或者比如说他眼睛转着前面蓝色的心不散乱 此时已获得了非觉者灭 这个时候我获得了非觉者灭 什么非觉者灭呢 也就是说制止了现今存在的其他色法 就刚才不是我眼前看见蓝色的色法 这个时候我看不见的其他色法 比如说我背后的这个法 或者是现在美国产生的任何法 或者是有些人在屋子里面睡蓝角的这些法 这些法按理来说如果在我眼前我可以看得见 但是因为现在我在面前这个法不存在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已经成了非觉者灭 而且还有它的味道 香等等 这些意识当中可以产生的这些法 全部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非觉者灭 非觉者灭我们可以这样来承认 刚才也讲了大阿斯利加勿执巴他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实际上上面的三种无微法 它是诚实的法阿斯利是不承认的 阿斯利是指的是世青论师 世青论师他自己会不会承认 像有不动这些无微法全部是诚实的 是有的东西这是不会承认的 但是有不动确实承认这样的观点 下面是这样说的有不总说 三种无微法是成立实者它这里面总结吧 理由是什么呢 虚空能起到无之无碍的作用 据则面能灭除本身的说破 刚才他们的说法基本上都已经讲了 前面的法相罗托文波也是根据有不总的观点来安理的 非觉者美可执着本身说破的圣法 说破的圣法直接是永远不可能产生的这种未圣法 相反如果无微法不存在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无微法不存在的话 那么佛经当中说一切法即是有微也是无微 他涅槃也是即是有微法还有又是无微法 一切法中罪甚深在即是涅槃 他涅槃也是从他的得法方面来讲是有微法 然后从他的本体方面来讲是无微法 所以虚空 非觉者实际上是涅槃的话 也可以包括在抉择灭当中因为通过智慧抉择以后 最后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获得了涅槃 因此他们佛经当中是有这样的 所谓最殊胜度无有成就不存在了有这种过失 恐怕这是前所未有最下列的说法了 无众还是他的预调都特别高就是说 如果这个无微法不存在一定是有石油的东西 如果石油的东西不存在那所谓的涅槃都已经不存在了 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过失这样讲的 但是经部众说你们不要这样说很可怜 没有知识的人经常对自己还是会说这些道理没有必要的 就是下面经部众是这样达佛的 并不是无为法不存在的 并不是说无为法不存在 不存在实际上是无为法的这种名言 无为法的这种概念我们也可以说是存在的 而是说实之不存在 无为法彼此生不存在不是 我们大乘像《中论》当中佛经当中 经常说涅槃是无为法等等有很多的这些道理 所以说不是说是无为法不存在的 但是你们幽众所说的那样是实质的东西 石油的东西 所以一般来说幽众经常承认为是石油的东西 就像现在唯物主义和有些宗派一样的 他们始终认为围尘 圆子海等等 夸克等等 很多法石油的东西这样认为的 他这种说法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说他们有很多地方跟有部宗的观点几乎是相同的 因此他说你们的实法不存在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所谓的虚空只不过是远离了 有阻碍的所住而已 所谓的虚空没有什么阻碍的 这一点这个是我们的自宗 这个大家还是应该记住 我们自己应该这样承认 进步宗也可以这样承认 为世宗和宗观宗全部可以这样承认 所谓的虚空 佛经当中也说了 应该是存在 这种名声 名言应该存在 但是它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呢 所谓的无有阻碍的这种法法 无有阻碍 没有什么所住 这一点称之为虚空的 绝则灭呢 绝则灭是仅仅远离自己的娑婆 所谓的绝则灭的话仅仅远离了自己娑婆 比如说他获得了剑道的时候 剑道的娑婆的烦恼 贪嗔痴等等全部已经远离了 这一部分称之为绝则灭 真正的绝则灭法好像你原来的贪心已经过去了 贪心过去的时候又重新产生了一个 所谓的灭法的小孩子产生了 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样的灭法不可能有的 绝则灭仅仅是一个远离了自己的娑婆 非绝则灭只是所依发在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下为生而已 未来没有产生而言 任何一个法它在因缘不具足的情况下 这个法只不过是没有产生而已 这是我们称之为非绝则灭 实际上真正的所谓非绝则灭的这种 就像尤布宗所讲的一样的 挡水的水坝一样的这样的东西肯定是不存在的 只不过是宗派的说法而已 因此我们宗派与宗派之间的说法 有为法无为之间的差别 这些分得清清楚楚是极为重要的 今天讲到这里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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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转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